今天全台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 中央气象局表示 晴朗稳定的天气会持续到明天的周一上班日 各地高温可以达到23度到30度 不过明天下半天封面接近 北部东半部就会有明显的降雨 周二受到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 北部及东北部将转为湿冷 周三周四因为大陆冷气团和华南云雨接力报道 北部低温将下探到13 14度 中南部大约是16到19度 天气偏湿冷 预估要到周五冷气团才会减弱 气象局也提醒 受到这波暖空气影响 今明两天 金门马祖及台湾西半部地区容易有低云 或者是局部的雾影响能见度 民众开车请多注意